你可以单手扛着一个200斤的胖子上五楼吗 如果不可以 又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在身体不碰地的情况下搬到五楼 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 名车探柯南体育版的150-160集 海外成分版的169-170集 和吴天狗传说杀人事件 雪女传说杀人事件一样 都是利用传说杀人 但是这期没有恐怖吓人的画面 只有令人赞叹的作案手法 早期的经典动画原创剧集 诡异的五通法传说 这天 答对杂志才迷的小兰 获得了一次免费观光旅行 三人来到地处深山老林的幻块寺 柯南和小兰觉得 偶尔来山里呼吸新鲜空气是个不错的体验 但对彻底入室的毛利来说 就不太美妙了 就在毛利快要无聊到长毛的时候 热情好客的打杂哥刚不带他们参观寺庙 从他口中得知 寺庙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见证着社会的种种变迁 也留下了不少神秘传说 例如在五通塔旁边的古井 本来井水充足 有个失恋的女人在旁边哭了三天三夜 把眼泪哭干之后 又盯上了水井里的水 直到把井水也哭干了这才挖修 虽然很离谱 但传说嘛 哪个是正儿八经的 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有点耳熟 没错 这不就是日本版的孟江女哭倒长城吗 如果说美女哭干井水是爱情故事 那关于五重塔的传说就是夺命诅咒 据说在江湖时期初代 四里的主持元祭之后 由一位年轻有为的僧人接任 本以为他会带领寺庙走向辉煌 哪知他爱上了山下的一位姑娘 不惜为他打破四龟和他私奔 没过多久 僧人突然就被大老鹰抓走了 也许是神明显灵 也许是僧人幡然醒悟 几天后 他被人发现吊死在五重塔的尖端 至此拉开了诅咒的序幕 除了这种诡异事件 后面接任的主持们战战兢兢 勤勤恳恳 不敢有丝毫不轨之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开始逐渐淡忘 但往神明的可步之处 没有了敬畏之心 到了江湖时期中期 一个心术不正的住持彻底疯狂 不但将寺庙的贵重物品偷偷卖掉 还每天都沉溺在酒色之中 下场可险而知 和为爱思奔的僧人一样 被吊死在了五重塔尖端 从此之后 只要有人触犯似规 五重塔就开始作祟 收割人头 在小兰被五重塔的传说 吓得瑟瑟发抖的时候 淡海住持悄悄出现 不分青红皂白的训斥毛利 这次假装带个小孩又想做什么 神明迟早都会对不重视的人 下最严厉的惩罚 唯非作歹 都不会有好下场 接着又告诫纲部 不要随意带人参观寺庙 别忘了之前的教训 住持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观光旅游公司 用了不光彩的手段 将寺庙的精英权拿到手 并且准备将这里改造成一个主题公园 因此住持觉得 观光客和观光公司是一伙的 都是不怀好意的人 白天不受住持待见 晚上在酒店却收到了 旅游公司玉田社长的盛情款待 因为酒店刚开业不久 有毛利这个名字探入住 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为此玉田还对酒店经理表达了不满 毛利入住酒店的消息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他 连忙打发没有眼泪劲的经理 去东京出差 眼不见心不烦 财大气愚的玉田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似的 领带上加上 鲜个五克拉的钻石就算了 钱包里还要携带大量的现金 但有钱归有钱 该省的地方一点都不含糊 买包雪茄都不忘拿收据走工账报销 玉田跟毛利侃侃而谈的时候 换块四住持之子 下一任住持法海特意从外地赶回来 警告玉田 对于玉田设计骗走寺庙一事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是必要通过法律的手段 拿回疏语他们的东西 对此玉田毫不在意 就算用五重塔的传说来吓唬他都没用 换块四 他开发定了 耶稣也留不住他 人生就是这样 越不信什么就越来什么 第二天一早 玉田被人发现吊死在五重塔尖端 横口警官大人勘察现场后发现 吊着死者尸体的绳子先绑在栏杆上 然后绕过屋顶的前沿 再把绳子垂下来 死亡时间在凌晨3点到4点之间 死亡原因是被勒紧窒息而死 符合上吊自杀的可能 毛利也觉得没有他杀的可能 首先 玉田是个200斤的大胖子 想要把他扛到五楼吊死 一般人很难做到 就算可以 仅能容纳一个成年人通过的狭窄通道也不允许 如果是拖拽上去的话 玉田的衣服或者身上就会有摩擦的痕迹 但现在玉田身上干干净净的 别说拖拽了 连指甲缝都一尘不染 其次 如果是被人勒死的话 在被勒的时候 出于求生的本能 会拼命用手挣脱绳子的束缚 就像这样 但现在玉田的手上并没有类似的痕迹 因此 除了自杀之外 没有其他可能 如果真的有 那就是神明显灵 话虽如此 柯南还是觉得有些蹊跷 玉田没有换洗衣服 但他身上的钱包和武克拉钻戒领带夹都不见了 然后是栏杆上新鲜的擦痕 和绳子上烧胶的痕迹无法解释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死者的脚够不到栏杆 碰不到栏杆的话 他怎么站上去自杀 在柯南和毛利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同时 酒店经理滴滴装装的跑来 他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玉田可能自杀的理由 其实他去东京出差是为了筹募资金 如果筹不到的话 公司在月底就要破产清算了 对此毛利有些不解 昨天不是还很毫无人性吗 怎么过了一晚上就破产 这速度堪比天联王破 经理表示 那是社长自敦心强 打中脸充胖子罢了 其实公司资金早就出现问题了 加上昨天晚上住持之子法海说 要用法律手段来对付他 所以社长才一时想不开吧 这下毛利越法肯定玉田是自杀的了 但姗姗来迟的住持三人却不这么认为 一口咬定制报应 是神明给予他的惩罚 得知三人与玉田有纠纷之后 横钩警官按照惯例 问了他们三人案发时的活动轨迹 刚不和法海都在睡觉 唯独住持有点玄乎 据他所说 他感受到了神明要显灵 所以在大堂诵经等待 没能从住持三人口中 得到更多有用的线索 可那决定继续从玉田身上下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番搜寻 终于有所发现 玉田手肘出不知何时弄破了 闻起来是草的味道 脚和根沾有泥巴 这个位置为何会沾到泥巴 莫非是摔到了草地上 果不其然 柯然在五冲塔前方的草地上 找到了钻石领带侠 又根据绑在栏杆上的火旗 以及枯井里的东西 终于推测出凶手是如何将 200斤的玉田掉到塔尖的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凶手的作案手法了吗 虽然知道了凶手的作案手法 但缺乏指定性证据 不过作为名科的男主 自然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而且送枕头的人不是别人 往往是凶手本身 这不 精力准备从钱包拿出名片时 手不知为何突然抖了一下 钱包正好曾打开的状态 掉在柯南面前 乐于诸人的柯南自然是帮忙捡起来 不过当他看到厚厚的一塌现金里面 夹着一张纸条后 柯南误了 这就是证据 接着 接下来就是一套常规流程 标音毛利 开始借他之口 指认真凶 也许是这次光说比较干吧 可那决定边说边演示 如何单手将一个200斤的重痕 掉到塔尖 首先将一个和玉田重量相当的袋子 放到草地上 带口用绳子绑住 然后把绳子绕到五重塔五楼屋顶的前端上方 再穿过栏杆延伸到地面 绑到枯井上方的钢材上 不过得是现在钢材下方压一条 很容易掉下去的铁棍 铁棍在绑上绳子 现在只要用力拉动绑着铁棍的绳子 神奇的一幕就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就是抱怨的真面目 绳子上烧焦的痕迹 是因为挂在屋顶前端上方经过强力的摩擦造成的 而领带夹掉落的地方 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啃勾井哥还是有些疑惑 一个智商正常的大伙人被人用绳子套脖 肯定会疯狂抵抗 但玉田身上没有抵抗伤 那凶手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将绳子套到玉田的颈部 这就是凶手的厉害之处了 为了防止玉田抵抗 凶手套完绳子之后 立即一计划铲半倒玉田 在半倒玉田的同时 拉动绑着铁棍的绳子 玉田来不及反应就被迅速勒死了 说实话 凶手这一套行命流水的操作不得提前演练上百遍 而且心理素质非常强大 不然有一点点失误 那吊死在上面的就不是玉田 而是塌了 玉田手肘上的草子 是摔倒时手肘成地沾上的 后脚跟的泥巴子被拖拽上塔时蹭到的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小伙伴好奇 玉田是个200斤的胖子 而不是冲了气的气球 那凶手一个人又是如何切断绳子 并且绑在栏杆上的呢 其实也不难 先在穿过栏杆的那根绳子上打一个火结 在切断绳子之前 拿根铁棒穿过火结在栏杆上形成一个定点 再把外面的绳子切断 然后把绳子穿过火结绑好 再把铁棒抽掉 将地上的绳子收回丢到枯井里面 这样利用传说而设计出来的自杀事件就完成了 整个过程 凶手唯一失误的地方 就是玉琉的绳子不够长 玉田的脚扣不着栏杆 让柯南产生了怀疑 而在场的人里面 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 除了寺庙的人之外 就是酒店经历 他可以借着改造主题公园的名义 拿到寺庙的设计图 从而轻易的知道五重塔的高度和古井的距离 又可以叫工人将钢材放到古井附近 至于证据 就在经理身上 昨天晚上经理被打发去东京出差之后 玉田买了一包雪茄 而本来在玉田包里的收据 现在在经理的钱包里 拿去检测的话 上面应该有玉田的指纹 被当众拆穿 经理紧张的抽筒了一会儿才低头认错 娓娓到处动机 公司经营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玉田社长就想做假账逃税 但为了东庄施发时 将自己摘出去 就给了他不少好处 让他来做 严康公司越来越不行了 在公司倒下之前 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事后 小兰忍不住吐槽 毛利骄傲地表示 作为一名侦探 当然要有事件发生 这是粮食的来源 意外就是他的生意 做名侦探就是不断会有事件来挑战 而他接下来的挑战 就是摔个狗吃屎 以上就是名侦探柯南 诡异的五重塔传说的全部内容了 从TV149的游乐园高空弹跳事件之后 以事件为结尾的剧集的名字 就大幅度下降了 有些年里面甚至一集都没有 不然这集的名字 肯定叫做五重塔传说杀人事件 与诡异的五重塔传说相比 小伙伴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最后 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 可以来个三连支持一下哦